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车让我烧个窟窿 这个车它当时没让我陪 而且还不提 就好像这个事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 搞得我特别火 我天天提心吊胆的我就琢磨呀 你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一种可能 它暗恋我 这一季比赛对我来说特别艰难 因为周期末就追着我吵CP 就这么几个破头小演员 瞧CP还是有名字的 我之前跟庞博吵过CP 叫兰博基尼 我跟建国还有名字 叫建兰纯 我不仅想起了吐槽大会的夫妻专场 还有秦浩 易能静 我觉得他俩肯定没有事 你想一想 易能静想离婚 秦浩 腼腆一笑 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这个赛制是我主动选择的诚哥的 我是赌他没有关于婚姻的更多素材了 直到热搜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一败涂地 是赌他没有关于婚姻的更多素材